大众家族CC 其实这一次是一个中期改款 并且带来了一个列装版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新CC 用到的一个新的大众logo 下面也是新的一个下格栅的造型设计 这个延伸的在这个格栅处的 这样的一个外氛围灯的一个灯带 前两会觉得更加的扁平化 其实还很多朋友去很喜欢这个设计的是不是 全新的CC采用了一个全系的R-Line的一个套件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R-Line的一个设计元素 用到了这样的一个高亮黑的后视镜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银耳的设计 我觉得银耳看着更有那些运动和激情的元素在里面 最美溜背一样 叫跑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就也是很多人对它非常心仪的一个理由 尾部的话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多 但是有一些小条上 加了一个高亮黑的这样一个小压位的设计 logo下面也是现在戴字幕了 双边四处的一个排气设计 其实CC的设计师也是说 就是在这次带来两个版本 但他们希望是把新CC打造的更加的年轻 更加的激进一点的 当然我知道你们最期待的 还是这次带来的这个CC列装版 前两根新CC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就只不过说下颗衫的造型上 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去区分 就不是再是那个鲨鱼骑的造型 而是用到了这种贯穿的设计 你们要的无边框车门是吧 就这一下那味就有了 那说到这个列装版车型 它其实我觉得不算是一个非常传统旅行车 它应该叫一个旅行跨界车 因为它整个的线条 不管是横还是竖 其实跟方向正正的旅行车 还是会有一所区别的 就是它会稍微的圆润和平滑一点 相比海外版的这个CC列装 我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对劲 因为海外版的列装 整个的车身包它下包围是同色的 而在现在的一个新CC列装版上面 它给大家送了一个cross的号件 也就是这个黑色的下包围 再配上了一个亮的镀鱼饰条 你总是会觉得 原本就比较修长的一个列装的侧面的造型 现在看得稍微的有点扁平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黑包围 它把我的整个视觉重心就往上排了 我也问过 列装版的这个底盘高度 其实是跟新CC的底盘高度是一样的 并且与海外版的新CC底盘高度也是一样的 对于列装车来说 它当然是越低越好看 就比如说像奥迪的万特Oroad的区别 大家就认为 万特是一个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挖块 这样的旅行车 它的整个后备箱 也是一种大先辈的造型 一开启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种优雅感 这种豪华感 你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土豪 这种生活 开口非常的大 锦内部是比较平整的 侧面还有一些小的一个储物空间 装带能力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坐进这一台CC列装呢 没有让我有太多的惊喜感 因为虽然说 它现在的一个内饰的造型 跟麦腾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但是其实还是大众的一个祖传内饰 然后祖传等它 区别的地方就是一些细微的调整 比如说整个空调出风口的造型 整个视条这块的这种材质面板 包括像门板上这样的一个缝线处理 方向盘的造型 以及像座椅上的这种零星的打控设计 其实我会更喜欢新CC的R-Line套件的方向盘 它整个左右的按键都采用的这种触控键 你按的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个震动的回馈 当然它的内饰也是因为现在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设计 就是会把内饰很多都会变成这样的触控操作的 像空调这块区也是触控的 还有就是在新CC上面是全系标配了无线充电的 这跟它的无线 CarPlay CarLive配合起来就非常的好用 另外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你看到了吗 这里哈曼卡顿的音响 其实虽然我之前没有试驾过 但是我有看到一些视频了解 就是在CC之前配备的这个是丹拿的音响 然后很多朋友说它那个丹拿是假丹拿 所以现在换成了一个哈曼卡顿 我是更喜欢这个品牌的音响了 所以可能在这种品质上面的提升 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 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变化 就是它内饰这种氛围灯的颜色 现在其实也比较多颜色可以去选择 我现在是坐在CC列装版的后排 然后来说一下这两台车 在空间以及舒适度上的表现 首先空间上 这真的是我坐过空间最大的这种旅行跨界车了 它的腿部空间就翘二郎腿完全没有问题 还剩余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的头部 CC列装版的话 我能胜个一拳三指 然后新CC我大概胜个一拳左右 其实比我想象的头部空间好点 因为外面看它溜背溜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这些列装版你会觉得整个视觉的空间通渡感要更好一些 可能因为它的天窗面积更大 以及给到了尾窗 对于高个子唯一的担忧 就是在进出门的时候 这两台车都是 这个门框的高度不会特别高 就注意不要磕头就好了 座椅的舒适度呢 觉得还行 因为整个靠背是角度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它这个柔软度是中吧 时间支撑感一点点 但是包裹感没有非常的强 中间不太适合坐第五个人 因为它这块地台高度实在是太高了 你要坐只能跨着腿坐 虽然是宽度是够的 但我觉得对于可能个子比我再高一点的人来说 就会有点顶头了 在后排也是用到了这种触控的一个空调按键的设计 然后下方给到了两个USB接口 前排我看的是个Type-C的接口 那在这里我们来说一下动力 因为它是中期改款 动力的话叫现款车型没有 它的变化还是2.0T的一个高低功率 分别是186匹 也跟220匹的一个马力 匹配的还是7速双离合的一个变速箱 而且在CNC上面也有DCC这个动态底盘 也就是说它可以去根据路况 根据驾模式去调节这个瞬间的阻尼 也就是悬挂的一个软硬度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台车来说 尤其是对于CN列装来说 它姿态已经有了 这个动力我觉得是 反正是够用的 当然你也不可能说指望它崩直线什么的 就是这个车 就是得那种稳重优雅的驾驶 才有它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的售价 但是我们参考现款CNC的一个价格 应该还是在20万到3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 CN列装 我觉得应该会比新CNC贵个 一至两万块钱 就是参考CLA列装跟CLA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价 如果差太多的话 可能又会把这一台列装版 变成了较好不较做的版本 相较CLA的列装版本 20多万的一个价格区间 能拿下一台列装车 这个大众本土化的列装车 我觉得性价比来说还好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这个钱的话 倒真的不会去买这台车 因为可能对我来说 我本身没有太多这种旅行车 玩玩车的情怀 我觉得可能是更加适合那些 就比较特别 比较始终如一坚持喜欢玩玩车的朋友 当然我觉得买了 把它改低爬一点 可能会更好看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